谷底啊很多人不仅是台湾人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现在呢也要看看专家怎么说 大家可能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 不过呢有一个指标了 像是备受瞩目的信义A10这块D呢 今天是公开的招标了 那么过去认为说呢 过去好像前政府比较有很多的 这个国有土地释出可以标 但是未来大家眼见的好像比较少 所以现在到底景气是不是回来呢 今天开标之后呢 原本房仲业者会认为有多家受险公司 来进行抢夺 包括了附近的新寿国寿 还有远东 不过却爆出了一批大黑马 这个大黑马是谁呢 富邦人寿已高出新光人寿 五千万的价格多标了 在将近两千坪的定义呢 其实四周围都是新光集团的产业 包括A4管 A8管 A9管 A11 还有正在盖的观光旅馆 原本新光集团希望能够把这个企业 连成一起的霸业呢可是炫告破灭了 因为目前这块A10管已经被富邦人寿给抢夺掉了 打开新光准备开标 这场备受注目的新一 A10使用权究竟会露死谁手 现场气氛相当领重 原本外界踩车包括新光人寿 国泰人寿 远东企业集团都想要争夺 不过却爆出黑马由富邦和新光两家抢标 其实富邦比新光多出了五千万 让新光隐恨 连房众业者都看傻了眼 富邦之前在新一计划区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标 就是任何一块土地都有拿到 那他这次拿到就是也蛮出市场的预期之外 新一A10的底标全力金是36.24亿 一般抢标都是会开出高于底标的七八成 不过富邦只开出了36.77亿就抢下了标地物 高出底标价只有1.4% 也成了史上标案最接近底标价的一次 开标现场积满了房地产业者要观望景气 市长也看好房中市场 富邦在这时间点出手 那我们相信是说 其实其他的受险公司都已经慢慢的会 对台湾的不动产的 尤其是商用不动产市场 开始来做投资 新一进化区领已经看不到 这样千平以上的未开发土地 不管富邦是不是打算拿来做商业用途 还是只是现在进化地段卡位 仅仅用了36亿 就掌握市价高达75亿的土地 这也成了银站充值受写公司养地的最佳策略 中间新闻余若为台北云台北报导 不过我们来看到台北